就是再来看一下那个第四个单元 所以待会的话,一样就是开启这个第四个单元的数学函数里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范例叫黑名单筛选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首先的话,我们打开来之后 其实这个地方,第四个单元主要要介绍就是有关于这个数学跟统计相关的函数的应用 有关统计类的函数,其中有一个还蛮常用到的一个叫conif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黑名单筛选这个练习题来看的话 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其实蛮多学员在工作上遇到就是说 我想要比对两个范围的资料 到底有哪一些是一样的,哪一些是不一样的 主要是要把黑名单挑出来 那当然以前的做法不外乎就是把,如果要比对的话 变成说你要一个去比,比如说你要把什么呢 查询名单底下的每一个 比如这一个,再到这个黑名单的这个清单里面比喻 如果有,那就是要把它挑选出来 那挑完之后的话呢,就是把那个结果 把它这个列在这个查询结果这边清单里面 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希望加快速度的话 那该怎么做,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这里的话其实最快的方式 就是可以用那个所谓的conif的方式 去做这个比对 其实如果说你将来遇到那个 你要比对新的资料跟旧的资料 到底有哪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你要把它挑选出来 或者你要挑出一样的或不一样的 其实都可以用conif 那首先的话呢,如果我要比对 当然第一个 我可以在最简单的方法 我可以在那个,就是查询名单的B欄部分 B2的地方,我可以选择就是插入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今天会用到的 就是统计类里面的函数,我叫conif 所以你往下找 这边的话会有conif这个函数 当然呢,如果你要学习有关统计类的相关函数 其实这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相关的函数 那首先的话最上面是有个conif conif是算什么 算几个数量 OK 那cona的话,多一个a 这个con跟cona最大不一样 就是cona是算数字 那cona的话呢,是算有资料 OK 那底下有个con break 不然一个顾名字就是 算那个储存格里面是空的 如果里面是空的,他帮你算里面有几个空的 另外还有什么conif conif的话就是算什么 算...刚好就是我们这一题 就是如果那个条件 我要找的,所以他里面需要给他两个资料 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的话呢 就是range 那其实range,在这边的逻辑是这样的 这个range指的是你要找的资料范围 那其实哦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黑名单 也就是把黑名单里面的资料放在range里面 那第二个条件的话就是creteal creteal就是你要查什么 其实就查这个 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把这个email信箱放在条件里面 他就会帮我把这个email信箱 去这个范围里面去做比对 而如果有的话 那他会怎么样 就是帮你把结果告诉你说 那里面有 所以他返还的结果 就是会找到几笔 conif算几 当然如果里面有那就1 如果没有就0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利用这样的概念 来做我们要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黑名单筛选这个范围先打开 试着先把那个 题目逻辑先稍微了解 那待会我来看一下 那怎么样做会是最快的 好像还有同学要加进来 那再把他接受 加红 OK那 好 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另外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 一样先到那个我们的教学论坛里面 一样做就是线上签到 线上签到部分 另外当然我们相关的资料 每次上课的资料 其实都一样会把它录下来 放在那个我们的论坛里面 所以上个礼拜的录影 其实也有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论坛里面 每一次远去教学的 那一样呢 我会把这个录影放在这里 另外的话 最近又多做一个动作 我不知道那个效果好不好 就是 这边会多那个字幕 我利用那个就是Python的AI 然后他会自动产生字幕 他会自己把那个字幕给加上来 OK 每一次上课老进客人就是 如果我有上课 我一样录影 录影的话 一样会 试着把那个字幕给加上去 OK 那请各位 如果刚刚加进来的同学 试着先开启那个我们的 这个第四个单元的黑名单筛选这个范例 然后打开之后的话 先试试看 我想要知道说呢 这个查询名单里面 当然Ctrl向下 总共大概1000个人里面 到底这1000个人里面呢 有多少是黑名单 那请你把是黑名单的结果 放在 这一个查询结果里面 试试看 那当然不是叫你突发链钢啦 那有没有最快的方法 那将来我是希望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可以哦 这边有按钮 按下来之后呢 自动帮我把黑名单的结果列 就直接列在这边的话 那他效率会快很多 你可以不需要一个个做比对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OK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游标先切到查询名单 的B2这个储存格 那也就是说呢 我如果今天要用那个康乙符做查询的话 那当然哦 如果这个email信箱 在这个黑名单里面出现过的话 那至少会是1 如果没有的话就0 那其实有理论上就是1啦 没有的话就是0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做查询 就是像刚刚我提到 用插入函数里面的 统计类函数的conif OK 那这个conif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基本上会跟你要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range 那这个range的话呢 当然我们因为是跨工作表的 所以呢 我不需要告诉他说 你在我的这个另外工作表黑名单里面呢 帮我整个全部找过 找什么呢 找这个email信箱 OK 那不过呢 这个range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 它是跨工作表 的范围 那如果跨工作表理论上 你把游标点击黑名单的话 它理论上会多一个什么呢 黑名单惊叹号 也就是它意思说 这个黑名单惊叹号指的是 哪一个工作表名称 等哪一个范围 那哪个范围的话 是从A2 一直到最下面这个范围 那当然理论上 我是建议 就是如果以跨工作表 而且是范围很大的话 我是建议你用定义名称 那如果你不定义名称的话 会有个问题 比如说你假设要选取的话 先选黑名单再选A2 再多一个 如果我今天呢 选黑名单 最下面 那当然以前的做法 如果你向下拖拉的话 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会很很久 如果你这样一直拖拉 那因为它好像有2万多 所以你可能要跑非常非常久 而且有可能过头 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停下来 所以理论上 这个方法不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查查询 那个这个的话 我是 那当然你用conve 向下填满的方式的话 不是ok的话 那比如说我这边 切到这边 理论上是 会需要多用一个 所谓的快速键 当然如果你不定义名称的话 你可以点A2 ctrl shift向下 这样也可以把整个范围选起来 不过呢 这个方法有个缺点 我刚刚提到 其实你会发现 它工作名称加范围 我建议 如果像这样一个 跨工作表的范围 建议是用定义名称来完成 那什么叫定义名称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需要给这个黑名单 我切到黑名单这边 需要先做第一件事 就是把你要 定义名称的范围先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在他的左上角这边 有叫名称方块上面 输入你要的这个名称 再把它定义好 就可以有一个所谓的 我们的一个定义 那定义的方式的话 我先再把同学加进来好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定义方法 我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切到黑名单这边 然后呢 游标放在A2 Ctrl-Shift向下 OK 一样啦 这个可能还是要记一下 Ctrl-Shift向下这个块 再来的话 请你在上面定义 这个名称方块上面 输入黑名单三个字 OK 所以如果你刚刚 有个偷懒的方法 不然你就是把那个黑名单三个字 先复制起来 黑名单 那再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定义 定义名称的话 按Ente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这一个范围 以后的名称 就叫做黑名单 三个字 那以后我们怎么存取它呢? 其实哦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有个快速键叫F3 你可以透过F3呢 就可以存取这个黑名单了 OK 那怎么做? 我们切回来给各位看 一样用那个 在查询名单的B2储存格 我们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Count if OK Count if Range的话 今天按F3 那各位可以看到哦 刚刚定义好的名称呢 就会跳出来 就会出现了 所以哦 以后 只要你的那个范围是跨工作表的 蛮大的一个范围 我建议都用定义名称 会是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啦 为什么?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这个名称就直接上来了 OK 另外还有个好处 如果你结合VBA的话 也非常好用 因为你就不需要 再去 像里面应该没有双引号 没有范围 所以呢 直接用名称 是跟VBA搭配也非常的适合 那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 那criteria就是这个条件 也就是说 这一个email信箱 到这个黑名单里面找找看 如果有的话是1 如果没有的话就0 所以按确定 那把它向下填满 那各位可以看到 只要在那个黑名单里面出现过的 比如这三 这几个 那就是我们要的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 往下找 如果没有的话那是0 如果有的话就1 那当然最后我希望呢 可以把是1的留下来 是0的不要显示出来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我们最后是希望说 可以把这个结果 把它放到那个查询结果里面 那是最ok的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方法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1留下来 把0隐藏起来 最简单的方法 游标可以放B1 再利用那个资料里面 有一个很好功能 叫做筛选 那所谓的筛选就是说呢 顾名思义嘛 有点像是我要1 不要0的话 那你其实按一下 把游标放B1 筛选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在那个B1上面会有一个箭头 你就可以把那个 就是要的 留下来 是1 把1打勾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1就留下来 那0跑去哪里呢 其实它0部分 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利用这个所谓的隐藏 隐藏列的方式 帮你把那个 就是 0的部分呢 帮你隐藏起来 OK 所以哦 其实如果你再按一下筛选 把它再按一下 它就恢复了 这就恢复了 OK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不见 只是隐藏起来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1留下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1的这个email信箱 帮我把它复制到这边来的话 那其实哦 最简单的方法 游标放A2 然后呢 Ctrl Shift 向下 就是意思就是把 找到的这些email信箱 通通选起来 不过选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会发现 里面其实有隐藏很多 就是其他0的这个email信箱 这个时候呢 因为经过筛选的关系 所以哦 你选取的时候 并不会选到0的部分 只会选到1的部分 那我把它Ctrl C 再来的话呢 切到查询结果 把刚刚找到的这个黑名单 贴到这个查询结果 你会发现结果就过来了 OK 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 就可以把我们要查的这些名单 通通查完 那查完之后 如果你要想要把它恢复的话 记得 再到什么呢 到那个资料里面的筛选 把这个筛选再按一下 因为目前如果按下去 它是筛选状态 如果你要让它恢复的话 那就再把它点一下 OK 它其实是 你点一下它就是启动 再按一下它就取消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主要是针对黑名单筛选 第四个单元的这个黑名单筛选这个范例 然后我们主要是了解 第一个如何做范围的比对 最简单的方法用conif 那这边的话有定义名称 并且 我们利用 所谓的在这个地方 利用所谓的那个筛选功能 把1的部分留下来 并且把结果 来帮我复制 到这个查询结果里面 那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呢 最好的方法 如果以 假设你每天都要做很多的查询 如果每天都要做一次 其实用conif也算快的 可是哦 如果你希望它更快 更有效率的做事 最好是什么 这边当然有按钮 比如说我希望将来就两个按钮吧 一个是清除 把这个资料清掉 那一个按钮按下它的话呢 再把资料自动带过来 那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你名单如果变更的话 那重新查 马上就可以查出结果 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件事 甚至呢 底下还可以视觉化 甚至可以把你查到的资料 快速把那个图表给汇制出来 那当然是更好的 至于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 试着把我刚刚讲的这几个部分先完成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再进一步 让它可以更有效率的完成 其中特别注意 有一个地方 刚刚我提到 A2Ctrl Shift向下 上面呢定义名称 直接就在定义这个方块里面 输入名称 它就会是黑名单 再来就是配合F3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的话 配合F3 就可以把那个范围给存取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